你打算无视我到什么时候 你是来签离婚协议的吗 不是 那没有什么好聊的 这就是你租的车啊 怎么 有一家 我以为你怎么得租一个 废油的高级货 没想到连油都不用烧 纯电的环保 实敬 实敬 他来了 师妹 今天我们坐姜总的顺风车 不用了 我带公交就好 我真的是顺路 而且昨天你也送我们了 就是啊 跟他 别客气 上车 安全带 我看你来说 你自己看我 这就是他 你说我 你都没想到 你这个人 我看你 你就是他 我说你的 你这就是你 我看你 音乐怎么惹着你了 太吵 性格那么差 难怪你老婆气你儿去 等等 不说你痛楚了 你这怎么还挂个银片啊 这么寒酸 等之后哥送你个好的挂件 不用 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难道是我不知道的什么高级货 这个是我老婆亲手做的 租个车还挂这些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不喜欢 这种零零碎碎的东西 我老婆喜欢 你真的是三句话不理你老婆 那当初 她因为什么事离开你的 没事 小师妹不会说出去的 什么 小师妹睡了 你给我一人说 你小点声 小师妹 我先走了解一下网管部的情况 你来影视公司了解网管部的情况 你来影视公司了解网管部的情况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职业病 那你俩应该挺有共同语言的 小师妹 人我就交给你了啊 让她见识一下我们网管部的厉害 让她见识一下我们网管部的厉害 我先走了 江总 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我想了解一下 你过得怎么样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让高总监来接待你 陆宁 我们之间不用这么陌生吧 江总 你恐怕找错人了 我不负责公司的项目 跟你自然无话可说 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项目 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需要聊一聊 你打算无视我到什么时候 你是来签离婚协议的吗 不是 那没有什么好聊的 我们之间就只剩下这些了吗 你都不好奇 我为什么留下来吗 我不关心 江总 麻烦您让一下 我还有工作呢 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高先生 你见到陆宁了吗 没有 我也在找他 奇怪 这人跑哪去了 看到他 叫他去我办公室 我电脑坏了 好嘞 怎么了 怕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吗 我们在 不想让我辞职的话 你就安静点 你属狗的呀 陆林 看见江总了吗 在仓库那边呢 好 陆总找你 好 江总 陆总吩咐我来招待您 有什么需求您都可以跟我说 正好有件事情我还挺好奇的 昨天吃饭的时候看你们陆总跟陆梨的关系比较的亲密 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江总 我只是下属 不太适合议论老板的私事 你的意思是 他们除了上下级以外 还有其他的关系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陆梨是我们陆总带进公司的 有很多同事 每天都看见他们一起上下班 而且陆梨 经常频繁地出入陆总的办公室 陆梨这个女孩看着挺单纯的 但其实心思挺深的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是陆总对她这么上心 江总 您和陆总是朋友 方便的话 不妨劝劝她吧 高总监 我听说你是重庆人 对啊 江总如果有兴趣游览重庆的话 我很乐意做您的相当 我听说重庆有十大特色小吃 午休之前帮我买齐吧 我 时间上恐怕来不及 而且有些都是热吃 我怕买回来都冷了 我听景文说呀 你是公司最能干的人 不会连这种事都搞定吧 如果是江总的心愿 那我一定谨励完成 那我现在就去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